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为世界三大作物之一 它和水稻玉米一起统治了世界近一半的餐桌 根据2021年的统计数据 中国是全世界小麦总产量最多的国家 数千年来 它变身为不同的形象 丰富着我们的餐桌 解决了我们的温饱 西方的面包、汉堡 东方的面条、面饼 乃至我们再熟悉不过的饺子馒头 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饮食文化 都会为面食留下一方一彩分成的空间 无论是解决温饱的家常吃食 还是一场宾棚盛宴 无论何时何地 我们又怎能离得了它呢 数千年来 人类在努力改变着小麦的产量 追求着小麦变化万千的形态 小麦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 形成了独属于小麦的人文历史 小麦究竟起源于何处 它经过了怎样的驯化传播历程 才形成了如今的规模呢 说起咱们中国人餐桌上的主食 其实很简单 南方以米为主 北方以面为主 这北方人他到底有多爱吃面食呢 咱们且不说 山陕地区各种各样的面条吧 就是我们北方人日常 从早到晚想一想 这餐桌上咱们离得开面吗 离不开啊 早晨起来小龙包子也好 煎饼也好 这都是面啊 到了中午的时候再来个烙饼 或者来个馒头 晚上的时候呢 这面条肯定就得上桌了 所以说啊 对于咱们中国人而言 面是绝对离不开的 尤其是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 南方的朋友准会说 北方人肯定又得吃饺子了 的确如此啊 饺子那绝对是我们北方人最爱的面食之一 那一说到面食 咱们中国人想到的就是这些 如果是西方人呢 估计就是来个厚厚的汉堡 或者是意大利面条之类的 其实这足以说明了我们人类的一个基础性的问题 那就是拿什么来填饱我们的肚子 从世界的角度来看 大米小麦也都是主食当中最主要的品种 当然有些国外地区呢 盛行吃从土豆到木薯之类的东西 把它们作为主食 但其根本还是因为富含淀粉 而这一点呢 恰恰也是小麦和稻米所特有的属性 那么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说一说 小麦这种农作物 它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入人类的生活史 同时又影响到了人类的文明发展史的 我们今天熟悉的栽培小麦 究竟源自何时何处 又是怎样走上了我们的餐桌呢 直到二十世纪初期 学者们才逐步做出了回答 一九零六年 一位年轻的罗马尼亚植物学家 亚伦·阿伦森 前往黎巴嫩南部的山脉旅行 他在图中偶然发现了一种 麦芒和麦穗别具特点的野生小麦 他用了多年的时间对比分析 乃至和农业学者们探讨 最终证明 这是一种野生二粒小麦 它是现代栽培小麦的祖先 这被认为是人类农业文明史 探索历程中的一项重要发现 极万全 国家小麦改良中心 杨陵分中心研究人员 西北农陵科技大学教授 关于小麦的起源 他这样为我们解释 那么在一万年前到八千年左右 作用这个自然界它的野生二粒小麦和田间的杂草叫杰杰麦 它天然杂交了 杂交以后得到那个后代 就是我们现在吃的这个95%的这个普通小麦 因为野生二粒小麦它顾名思义 它就是一个小碎上只有两个粒粒 我们的普通小麦一般现在我们都是四到五个粒 那么一个一个穗子上有二十个小碎 那么每一个小碎上多两三个粒 那就一个穗子要多六七十粒 所以这个材料就比二粒小麦就高多了 学者们的研究证明 在距今八千年前 今天的西亚一带的人们 发现了这种如同野草般的植物 它们的种子吃起来很有嚼痛 并且还能冲击 从最古老的采集到有意识的种植 小麦开始了与人类的相伴而行 其实说到麦 我们可以把思维开阔一些 它可不仅仅只有小麦 农学上有所谓的四大麦类的说法 除了我们熟悉的小麦大麦之外 还有黑麦和燕麦 其实如果从植物学的角度讲 它们都属于是河本科的植物 大麦鼠 小麦鼠 燕麦鼠 黑麦鼠 这是四种不同的鼠 大麦和小麦看上去非常相似 但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种数 小麦的种子 如果我们要对比一下的话 就会发现它是比较粗的 麦芒粗而短 大麦的种子则要瘦一些 麦芒细而长 那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可能很少能够直接见到大麦 但是喜欢喝啤酒的朋友都知道 这个啤酒里面酿造啤酒的主料 就是依靠大麦 当然了 除了啤酒之外 大麦在我们生活当中也不是见不到 比如我们来到青藏高原地区 肯定要尝一尝当地人的美食 比如说簪巴 这个簪巴是拿青棵面做成的 这个青棵其实就是属于大麦的变种 那燕麦呢 燕麦我们现在好像也比较熟悉 因为我们提倡所谓的健康生活 或者说呢 大家早上起来比较忙碌的时候 冲上一杯燕麦片 而往往的这些燕麦的来源呢 总让我们感觉到 它是从国外来的 但其实燕麦在我们国家 有很长久的种植历史 只不过名字我们叫的不一样 这么说吧 山西等地经常所说的油面 它就是燕麦的一种 学名叫裸燕麦 油面做成的美食 那实在是太馋人了 油面烤姥姥 配上羊肉卤子 或者是油面蒸脚 想起来都让人流口水啊 至于说黑麦 这个东西地地道道 这不属于我们 而且呢 我们对它是非常陌生的 它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才传入我国的 从种植面积来看呢 也是属于非常非常少的 可以说是锦上添花吧 其实大麦 小麦 燕麦 都有很悠久的种植历史 但是随着人类的口味偏好和选择 小麦成为了真正的主粮 距今六千多年前的古埃及 小麦的种植正在一点点扩大开来 尼罗河水的泛滥 让沿河两岸的土地变得格外肥沃 那时的人们会用大麦和小麦煮粥 或者把大麦或小麦捣碎后 在加热的石板上烤制出一张张干饼 虽然这些饼子吃起来生硬 口味也显得单调 但它们毕竟解决了人类的基础温饱 大约在距今五千多年前 一个发现使得古埃及文明对大麦和小麦的利用 走上了不同的方向 某一天 飘荡在空气中的酵母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现在无论是做馒头还是做面包 一定是先和好面 然后里面给它放入一点发酵粉 或者说家里有老面头的话 加上一块老面头也可以 一边加水 一边揉面 揉到软硬度合适的时候 我们再把它静置一会儿 这就是一个发面的过程 这时加了水的面粉里头 就会产生一系列非常有意思的变化 酵母君会把小麦粉里面的糖分分解成酒精和二氧化碳 面团里的二氧化碳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受热膨胀 要不断地跑出面团 可是小麦粉当中特有的骨蛋白质 也就是咱们说的筋道不筋道的筋 就在这个时候要发挥作用了 吸水之后它们会紧密地彼此连接 弹性和韧性都非常好 这些想跑出去的气泡呢 就被困在里头跑不出去了 随后无论是借助高温烘烤 还是上蒸笼去蒸 这些气体不断地膨胀 就形成了一个一个蓬松的孔隙 这样才有了松软筋道的口感 但是其他的一些农作物 因为缺少类似于小麦的骨蛋白质 就很难形成这样的结构 所以哪怕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也有 什么大米馒头 小米馒头 可是吃起来 这个滋味比起真正的小麦馒头 就差得很远了 那小麦又是何时何地 从什么地方来到了我们中国的呢 伴随着人类的迁徙和贸易 小麦的脚步不断向世界各地延伸 学者们判断 大约在距今五千年前 小麦传入了中国 西汉初期 关中地区逐步迎来了一个 人口迁入的高峰期 素等传统作物的产量 已经难以满足人们的粮食需求 汉武帝时期 一位名叫董仲舒的大儒再也坐不住了 他向汉武帝提出了一个建议 希望当朝推动素麦的种植 那么董仲舒所说的素麦又是什么呢 范志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 农业历史学家 关于华夏文明对小麦的利用历史 他这样为我们解释 素麦讲到我们的东小麦 我们的老祖宗大概就是 把这样一个农作物引进来以后 它进行了一个种植时间的调整 就是把过去的春季种植 变成了秋季种植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实际上过去全世界的农民 可能到了农历的四五月份的时候 那段日子是最难过的 就是旧的粮食吃完了 新的粮食还没有下来 它的意义实际上 在军营的分布 这个农作物收获的时间上 帮了我们的大忙 让我们在农历的五六月份 有东西可吃 这在农业史上的意义非常大 对于关中地区乃至黄河流域的百姓们而言 东小麦的种植和收获 完美地避开了每年七八月份的旋期 这使得小麦成了古时的黄泛区最重要的旧荒作物 西汉时期 另一位农学家的努力 再次推动小麦的推广和种植 南宋时期的刘克庄就写过 关于田家耕田的一系列诗句 其中有一首诗当中提到过这样一句话 说古有神农学金传凡圣书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神农我们是个中国人都知道它的传说 神农长白草 那么这个对应的所谓的凡圣书又指的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凡圣书首先是一本诞生于西汉年间的 指导农业生产的农书名为凡圣之书 那么这个书是谁写的呢 据现在考证是一个叫凡圣之的人 这个人大概生活在汉成帝年间 当时他担任一郎 就是为国家治理提出一些建议 那么不出意外的话 凡圣之应当不断地晋升 成为一名兢兢业业的行政官员 当时汉成帝希望能够在关中地区 推广小麦的种植 由此凡圣之就被皇上看中了 被委任以轻车使者来到三府 也就是关中平原来管理农业生产 这个任命可以说改变了凡圣之的人生轨迹 也让他在农学方面有了一番不小的作为 那么凡圣之在小麦的推广和种植方面 提出了哪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呢 汉成帝时 樊胜之带着皇帝的种托来到了关中地区 在推行各项政令之前 他先前往乡村田野 了解百姓们面临的困境 通过这番调查 樊胜之意识到 要让小麦成功推广 这要让百姓们真正了解和掌握小麦的种植方法 他针对关中地区的特性 摸索总结出了名为 搜种法的种肥适用方法 搜种实际上 就是我们现代农业科学 或者是里面经常讲的这个 包一地 范生之书里面讲的搜种 当然它里面它起了多种功用 你比如说 机器比较寒的地方 它用一些热性的这个塑种 好多动物的骨头呀 或者皮毛呀 或者其他什么东西放到里面 在寒冷的地方 它实际上起一个保温的作用 当然它实际上还有一种作用 就是它本身有一种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肥力 它如果就在苗气的话 有了这一件营养 这个苗就可以长得很壮 古老的搜种法 如同为种子穿上了一件外衣 它包裹着营养 留住了热量 其中的一些物质 还能在一定程度上 挡住病菌的侵袭 古老的农业智慧传承至今 现代农业中的种子包衣技术 同样也是为种子加上了一层外衣 帮助种子更健康地萌芽生长 2000多年前 樊胜之在前人基础上 总结出了简单而实用的农耕之法 对促进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也大大推动了小麦在关中平原的种植 就像前面我们所讲的是 小麦刚刚在我们这里落地生根之后 人们很欣喜地就发现 这种庄稼好啊 随随便便种下去 这产量就非常高啊 虽然那个时候的产量 在我们今天看起来也很可怜 但是对于当时的百姓而言 这就是上天赐给的最好的礼物了 那么我们把它怎么加工呢 一开始很简单 就是把麦粒脱粒脱下来之后 直接把它做成大麦粥 小麦粥 或者是把它做成麦饭 现在这些东西我们还能够见得到 偶尔吃一顿会觉得很新鲜 但是天天让你吃啊 你可能也会烦 因为比较肺牙 后来有了石墨的出现之后 我们就开始把小麦 由历史转变成粉石 而到了东汉年间的时候 各种各样 由面粉制作的食品 已经非常成熟了 东汉时期的人们 能享受到怎样的面食美味呢 东汉学者刘希 在《市民饰饮食》中 就描述了当时样式丰富 诸味分成的面食 表面撒着芝麻的面饼 如同现在的吊炉烧饼般香脆可口 类似现在的揪面片一样的水煮面食 被称作汤饼 以牛油羊油煎炸的和饼 或以动物骨髓 蜂蜜烤制出来的水饼 很受食客们的欢迎 面食在东方文明的兴盛 同样离不开成熟的发酵技术 小麦传进来以后 小麦它是硬批作物 如果蒸着吃煮着吃的话 它的食性并不好 煮不烂消化不了 实际上就是这个发酵技术 帮助我们消化所起的作用 另外一个对面食的多样化 它起的作用 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学者们认为 两汉时期的人们 已经熟练掌握了多种发酵技术 直到今天 浙江等地的人们 依旧会以传统的方法 制作一种天然的酵母 人们会在夏季 采集一种被称作辣鸟的植物 它们被晒干 熬汁 滤浸 再搓捏成一个个圆球 制作面食时 拌入熬制的米粥 腊了中的一些关键物质 有效地促进了微生物的繁殖 这就大大加速了大米的发酵 滤出来带着酸味的米浆 成了最好的面起子 这就是所谓的酸浆发酵法 由发酵面粉烹制出的面食 蓬松柔软 更容易被消化吸收 在主妇们灵巧的双手下 发酵的技巧演化出形式多样的面食 一日三餐的需求 直接带动了小麦的种植 在两汉末期 小麦的脚步从黄河逐步迈向了长江流域 就连曾经以稻米为主的南方 也出现了小麦的身影 呈现出了北麦难移的趋势 农耕技术的发展加快了小麦的推广 汉城地时 一位年轻的官员因为偶然的机会 走上了一条为百姓研究农学的道路 为了能在关中地区尽快推广小麦 樊胜之来到乡野 了解百姓们面临的难题 他从最基础的种子入手 总结出了名为 搜种法的种肥适用方法 这让小麦在种植之初 就得到了多重保障 农学家们的努力 让小麦的种植面积和产量 都有了显著增长 在唐诗诵词当中 除了写景状物 抒情勇怀之外 还有一个主题 可能是往往被我们疏忽的 什么主题呢 就是关于农事的诗 可以说那个时候有不少诗人 都是非常贴心老百姓的生活的 他们把民间的疾苦 种田的不易 纷纷借助诗词的形式给记录下来了 而在唐诗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不同时期 不同地区 小麦的种植情况 比如说杜甫曾经在唐素宗上元元年的春天 在成都看到了麦田 写下了元和福小叶细麦落青花 也就是说在安史之乱的前后 小麦已经在成都平原开始被种植了 白居易的诗中也有很多关于耕种的描述 他在唐宗元和元年任陕西周治县县位的时候 就写下了《关义麦》这首诗 这首诗是我小学时候必备的课文 《夜来南风起小麦富隆黄》描写的 正是当时麦收农忙的情形 后来曾经写过另外一首诗 名为《达刘雨昕白太守行》 他描写了当时苏州种植小麦的情形 去年稻郡时麦穗黄梨梨 今年去郡日稻花白飞飞 这就告诉我们在当时的江浙地区 人们已经开始稻麦沦坐了 小麦已经在苏州等江南地区普及 沿着这些诗歌我们不难发现 不管是在西北还是在江南 在四川小麦的种植都不断扩散起来 当然各种美好的面食也就丰富起来了 盛唐以来 社会的稳定 经济的繁荣 带来了人口数量的增加 围绕着农业的建设 也让小麦的种植充满了发展的活力 重要的水利工程不断兴建 来自河流的灌溉 将无数的田地改造为良田墨野 这个时期农作物加工工具也更加丰富 这使得人们对小麦的加工越发精细 十年完成了麦粒的初步脱壳 竹子或柳条编程的波及完成了二次筛选 随着一次次扬起 混在一起的麦粒和麦壳被彻底分离 脱皮后的麦粒会在石墨中完成最后的加工 成为更精细的面粉 到了唐代 传统的水墨不断改进 源源不竭的水利被用来推动水墨 人们争相利用这种高效的工具 包括十年在内的多种农具的不断升级和普及 让小麦的生产加工效率乃至产量都有了显著提升 过去在我们还没有大力推行农业机械化的时代 每年到了五月二十日左右 也就是小满过去不久 小麦成熟之时 一些小麦主产区的学校会给孩子们放上一周 甚至是十天的盲架 这不是让你放假天天玩去 这个架的名字叫盲架 很辛苦 就是让孩子们回家帮家里人去收麦子 这个收麦子一定要赶天时 为什么呢 太阳很毒地晒在大地之上 这个麦粒它是在不断地成熟当中的 如果你赶不上这个时候 这个麦子它会开口 种子会掉在地上 所以抢麦收是农村非常苦的一段时间 那一想到收麦子 我们会想到什么样的工具呢 联合收割机首先被排除在外 我们说的是过去 还是属于手工业时代的时候 是不是首先想到的是镰刀 没错 镰刀肯定是应用最广泛的 无论是收麦子 收稻子都得用得到 不过呢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中原地区 河南地区啊 往往人们在割麦子的时候 会使用一些特别的工具 就像我们给大家展示的 这个工具叫什么呢 叫麦山 根据学者们的考据 在唐朝 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百姓们 就用上了一种特别的收割工具 它就是麦山 这种古老的工具一直沿用至今 麦山通常由竹边 绳索和铁质的刀片组成 它最关键的部分就是一把二尺多长的锋利刀片 收割时 经验丰富的农民们 一手握木饼 一手拉绳子 站好了姿势 扭动身躯 借巧劲 对着小麦根部猛然发力 麦子硬生落入麦钞 现代的农业学家们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对比测试 和镰刀的收割相比 麦山可以把收割效率提高五倍以上 农具的不断革新 继续推动着小麦的种植和生产 在唐朝中后期 精细的面粉不再是达官权贵的独享 一些家境富裕的人们 也能享受到精致的面食 不仅如此 对小麦面粉的精细化利用 还催生出了又一种别具风味的食物 就是这几年吧 大家伙特别爱在短视频平台 去分享自己的一些做饭经验 大家伙都发现了 这个做凉皮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事情 要么稍微费点功夫 和好了面之后 在水里洗 把面筋洗出来 然后用那些水去做凉皮 要么就学我们甘肃兰州那种高淡凉皮 我们不用洗 直接拿面粉和水上锅一蒸 就能吃凉皮 现在大江南北 咱们大家伙中午当工作餐 吃的那种凉皮 它会给你放面筋 是吧 面筋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呢 就像我们前面说的 好了一坨面 搁到水里不断地洗 洗到最后呢 那个看起来像海绵一样的东西 就是面筋了 这个面筋洗好了之后 弹性十足 软乎乎的 蒸熟之后切成方块 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烤肤了 一说到烤肤 那么我们就得说一说 江浙一带非常有名的 一道佐餐小食吧 四锡烤肤 那么南北方都喜欢的这种食物 它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呢 有学者考证说 大概在北宋年间就已经出现了 比如北宋年间 沈阔的孟西笔坛里头就谈到 浊浸揉面则面筋乃建 你看从宋代开始 它的名字都没有过变化 就叫做面筋 所以在那个年间 烤肤也好 面筋也好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一道食材了 好 我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更丰富美味的热气 顺带面食品种有多丰富呢 我们都不用举别的例子 就只看《东京梦华路》就够了 里面写的那些各种各样的面食啊 真的是让我们后世会浮想联翩 当时东京的饮食业有多发达呢 可以说是店铺林立 仅就做饼的人家来说吧 各家有各家的特长 各家有各家的特色 当时这些店铺的生意有多好呢 大一点的店铺啊 居然有十几甚至几十个灶头 这每个灶头前都有三五个师傅 这些人干什么呢 跟我们今天做饼 做各种面食一样 首先是和面 然后做成剂子 要有馅的呢 还得给它填馅 为了好看 上面呢 还得给它点缀一些花色图案 然后再入炉 想一想 在宋代啊 汴京城当中的一个大一点的饼子铺 居然灶头就能有五十个 工人得有一百多个上下 您想想吧 在这个市面上 消费量得有多大 按照东京梦华路的记载 从五更起的时候 这个桌案的各种响动啊 远近都能听得到 那么当时汴京城当中 比较好吃的卖饼的店 有哪些呢 五成王庙前的海州张家 黄建院前 郑家的生意最好 而这里呢 只是说到了饼子 当时在汴京城里啊 包子汤面同样是如此 从古人给我们留下来的 这些资料当中 可以看得出来 当时的老百姓 真的是生活当中 已经离不开面食了 自宋以来 小麦的种植面积 逐步扩大 种植区域 由北向南 不断延伸 到了宋代 馒头不仅在民间普及 还成了太学儒生们 日常饮食的标配 馒头的品质 则引起了皇帝的关注 太学改革后 宋神宗 唯恐太学伙食菲薄 不能仰视 他在某日特意下旨 要求取来太学生们 所吃的食物 当日恰好吃馒头 神宗品尝后极为满意 并说道 以此仰视 可无愧意 一款受到了皇帝称赞的主食 由此名声大振 太学馒头 也成了宋代世人的一种精神象征 与此同时 民间的面食更是花样分成 走在北宋的开封府街头 人们可以享用到各种面食美味 味道诱人的水晶蒸饺 馅料品种极为丰富的各式包子 风味独到的蟹肉馄饨等 种种面点令人目不暇接 一个热闹而诱人的面食时代 在大宋时期走向了巅峰 也将小麦的种植 进一步推广开来 农耕技术的进步 推动着小麦的种植 唐代以来 黄河中下游的百姓们 多了一种收割神器 它被称为麦衫 这种由竹鞭 绳索和铁制的刀片组成的工具 可以达到相当于镰刀五倍以上的效率 这样的发明 就再一次带动了小麦的推广 随着产量的提升 面食也更加丰富起来 在人类食用小麦的历史当中 曾经有过这样一种东西的出现 它影响到了人们对于小麦的观感 它就如同是一朵飘来荡去的乌云 虽然从未给人类带来大规模的伤害 但是始终潜藏在阴影当中 一直在威胁着人们 早在公元二世纪 古希腊的医学家阿莱泰乌斯就描述了一种 人们在食用了小麦面包之后 会产生出的一种疾病现象 有一些人会出现腹泻 尤其是孩子们更容易受到伤害 他们会表现出来严重的胃疼 甚至消化系统的严重失衡 阿莱泰乌斯在接触了大量的病例之后 没有给出确切的解决办法 但是他提到了可以让病人多喝水 尝试其他的食物 这被认为可能缓解小麦面粉带来的威胁 直到中世纪的欧洲 在食用了小麦制品之后 消化系统产生的问题 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 直到1877年 一位年轻的儿科医生 塞米尔吉才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 19世纪70年代 一位年轻的英国儿科医生 塞米尔吉 开启了对这种古老病症的深入研究 在走上医生的岗位不久 塞米尔就碰到了一系列典型的病例 一些孩子的病症表现 让他想起了那位古希腊前辈 阿莱泰乌斯的描述 在多年的行医中 他一边记录 一边尝试着各种治疗办法 他沿用了阿莱泰乌斯的提示 为年幼的患者们更换了 非小麦粉的食物 并取得了效果 1887年 塞米尔在一次演讲中 发表了对这种病症的研究论文 他把这种病症正式命名为 乳迷屑 现代的研究证明 由于自身的机体缺陷 一些人无法对小麦中的植物蛋白质 形成有效的分解 从而产生了所谓的乳迷屑的系列症状 人们可以通过食用无敷制饮食 有效地缓解这个问题 科学的进步 让人们能更深入地了解小麦 也在不断提升着它的产量 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 在很多农业学者看来 对全世界范围内小麦增产 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学者 就得说到一位农业学家 诺曼·伯罗格 我们中国的农业学者 尤其是在小麦领域当中的很多学者 对他都很熟悉 很多中国学者 都曾经和他有过学术交往 1996年6月 伯罗格还被选为 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他在小麦新品种的培育等诸多领域 曾经给予了我们不少帮助 他培育出来的新品种小麦 也帮助不少地区 缓解了粮食压力 20世纪40年代 伯罗格作为植物病理学和遗传学家 前往墨西哥参与一项农业振兴计划 他结合当地的气候和土壤情况 很快就培育出了抗病能力强 产量高的新品种 然而他很快就发现 自己正面临着一个更大的挑战 你的生产水平提高了以后 就有浇水了 然后给它撕肥料了 撕的多了 所以它就容易倒腹嘛 所以倒腹是个主要问题 那么它就需要把杆子降低一点 这样的话就能解决倒腹问题 所以他就发现了这个 遭到这个癌感基因 然后培育这个基癌感 没有抗病高产的品种 20世纪50年代 伯罗格听说日本有一种癌感小麦 这让他格外兴奋 伯罗格立即想方设法拿到了这个品种 并把它和其他的品种杂交 直到20世纪60年代 一个令人满意的高产癌感品种诞生了 它的高度从曾经的115厘米 降到了100厘米 15厘米的高度降低 耗费了它十多年的心血 新品种的小麦 很快提升了墨西哥的小麦种植面积和产量 此后 伯罗格将新品种的癌感小麦 推广到亚洲 它在缓解多个国家粮食紧缺方面的贡献 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 20世纪初期 随着育种技术的发展 人们也越来越迫切地需要新的小麦品种了 这个时期 人们想到的需求还是解决温饱 小麦必须要保证产量稳定 当时有一位农业学家说过这样一句话 我们并不关注一种小麦 在丰年有多少产量 而看重的是它在糟糕的年头表现的如何 尤其是在气候或者是土壤条件相对较差的地方 就更需要有适应能力更强的新品种的小麦了 1942年 一位年轻的农学家赵鸿章 回到了自己的母校 当时的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 那时 他的心底已经为自己确立了下一步的研究目标 西北地区的传统小麦涨势不好 收成不高 还容易感染一种被人们称作黄胆病的病害 常常因此颗粒无收 这种病害就是让农业界头疼的小麦调袖病 小麦调袖病是我们国家黄花麦区的生产上的一个主要病害 它是弃传的 所以在生产上的危害 流传起来的危害很大 它一个是叶子 叶子就发黄了 叶子绿色的话 能生产碳水化合物 它一干的话 它就不能光合了 所以有些叶子就干了 讲了那个就没有养分输送到小麦碎子的子粒里面去了 所以调袖病流行很严重的时候 叶子就干了 叶子干了以后 然后它就导致的灌浆很差 然后小麦子粒就是很比 那个减产就很厉害 赵鸿章总结了以往的经验 以全新的选育流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判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钰浆那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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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麦产量保卫战成了人类育种与小麦调袖病菌变异的一场竞赛 1954年的5月 北京的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内 一位名叫庄巧生的农业学家 正在和同事们关注着几个新培育出的小麦品种 其中的一个被称作华北672的品种 虽然综合性能不错 但由于抗调袖病能力不过关 因此并不被大家看好 但庄巧生却认为 华北672所表现出来的潜力非常值得期待 那怎样才能让这个品种更完美呢 1956年 一篇文章触动了庄巧生 他介绍了一位苏联育种专家 培育出的一个东小麦品种 它的突出优点就在于抵抗调袖病的能力强 这意味着可以和华北672配队的另一方出现了 庄巧生决定采用一个早熟品种和一个抗秀病品种 分别与华北672杂交 这样就有可能将早熟性、抗秀性和风产性三者结合在一起 1958年 新的品种终于诞生了 它被命名为北京十号 1964年 在又一场严重的调袖病大流行中 北京十号经受住了考验 证明了自身的抗袖病能力 此后的多年里 庄巧生先生先后主持育成多个优良的小麦品种 为发展中国小麦生产与育种事业 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当庄巧生希望通过优势组合的思路获得更优秀的小麦品种时 在陕西阳陵 另一位年轻的学者试图走出另一条道路 培育出能抵抗调袖病的小麦 他就是李振生 李振生调到陕西阳陵的中科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时 就曾经亲眼目睹了调袖病造成的损失 他同时还发现了一个现象 大片的麦子因为调袖病病成了一片黄色 但是旁边的牧草一点事都没有 显然牧草不怕调袖病 这个年轻的学者当时就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能不能把牧草的抗袖病本领转移到小麦身上呢 1956年 在党中央支援大西北的号召下 李振生来到了陕西阳陵的 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 可来到西北不久 李振生就赶上了一场小麦调袖病的大流行 大片的麦田 由于病菌的侵袭而毫无生机 人进去走一圈 蓝色的裤子也会被染成黄色 正是在这个时期 这位农业学者的心底 萌生出了一个大胆的念头 他在来养了之前 他是做过这个牧草方面的研究 咱们说这个好多自然间这个草 一个是做这个鲜料嘛 然后还有做这个研究嘛 然后他到养了这边 他就说小麦这个病这么厉害 这个草上他就没有病 那能不能就是 把这个草跟麦子杂交以后 草这个抗病这个东西 然后就能转入到小麦上 小麦要抗病去做好 所以他就从那时候 他就尝试着各种草跟小麦原杂交嘛 为了找到能对抗小麦调嗅病的新抗源 李振生从800多种野生牧草中筛选出了抗病性强的长碎眼麦草等12种牧草 小麦和牧草虽然算得上是远亲 但国内的学者从未尝试过这样的杂交 不少人都心存质疑 牧草的抗病本领真能按照设计转移到小麦身上吗 随着育种的展开 一个个难题果然接踵而至 在上世纪50年代末期 李振生按照自己的设想 培育出了第一代牧草和小麦的杂交品种 它们长得一点也不像小麦 看上去跟野草一般 在当时也无法准确判断 它的抗病能力究竟如何 而且还面临着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杂交品种不具备像下一代繁殖的能力 也就是性状不稳定 这也就意味着 强行捏合在一起的特性 没法传给自己的后代 这也就失去了育种的意义啊 当时就有人说了 强扭的瓜不甜 那这些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按照李振生和同事们的计划 这十二种牧草中 哪怕有一种能和小麦相处融洽 出现了继承抗病基因的种子 就意味着研究取得了关键进展 可结果却事与愿违 做这个燕麦草跟小麦原来杂交 那个也是很不容易的 第一个是杂交不结实 因为它离得很远嘛 很近的当然一束缝就结籽了 很远的话它就不用你结籽了 第二个就是杂交以后 很困难结这个籽很少 这个籽将来杂种还补育 那就遗传不下去了 那就没用了 经历了反复的摸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每一株小麦的健康成长都意味着我们的食品安全有了进一步的保障 所以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国家的农业科技人员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 不断地给我们推出新的小麦品种 这些优良的小麦品种相对于他们的祖先而言拥有了强大的能力 无论是抗病虫害能力 抗导夫能力 还是应对极端气候的能力都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祖先 伴随着这些小麦新品种的种植 小麦的亩产量也是跟过去相比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随着科学的进步 小麦的培育 种植 收获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农业学家们关于小麦的研究目标正逐步发生着改变 他们不仅着眼于稳定小麦的产量 确保实现吃饱的目标 同时还关注着吃好的未来 我们在继承了李老师的育种的材料经验 培育的奇能511 它这个特点就是第一个是优质强筋 它这个蛋白质 实面积含量 稳定时间 都达到了我们国家的强筋标准 第二个它是绿色抗病 我们小麦生产上的调求病 吃霉病它是抗的 第三个它这个抗击性也好 对这个稻春寒 还有导服都有很好的抗病性 所以它这个在18年通过国家审订以后 在陕西 河南 安徽 江苏大面积推广 今年的话这个收获面积的话是超过700万部 在现代育种方法的推动下 目标靶向更明确的新品种小麦不断出现 面包小麦最适合烘烤出蓬松可口的面包 面条小麦面粉做出的面条筋道爽滑 弹性十足 其他的饼干小麦 酿酒小麦等专用小麦品种层出不穷 五颜六色的彩色小麦 还有丰富的花青素等营养元素 新一代的高抗性淀粉小麦 还会对降低糖尿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积极的帮助 当代的生物手段不仅丰富着我们的味蕾 也更密切地影响着我们的健康 与此同时 小麦的生产技术 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智能化理念的成熟和应用 稳定了小麦的产量 提高了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 节省了化肥农药的适用 人类对小麦的驯化历程之路 正步入一个全新的时期 数千年来 人类逐步驯化了小麦 今天 全世界数十亿人口 不分种族和文化都在享受着它 小麦也以它不同的面目 融入到了各地的文化当中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 我们驯化了小麦 小麦也驯化了我们 数千年来 它支撑了人类文明的萌生 成长和壮大 为了获得更高的产量 更美好的味道和丰富的营养 人类一刻不停地改变着它 与此同时 我们的口味 我们的消化系统 也深受它的影响 未来 它还会以怎样的面貌 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呢 白色纯碱 化学工业之母 面对国外的垄断 是谁打破了技术壁垒 又是谁开创了中国最早化学工业体系 解码科技史系列节目 中国工业记忆 传奇永久黄 下期播出